好 民国99年就出现了结婚潮 所以呢 现在的新生儿暴增 很多私校附设的幼稚园呢 也非常抢手 甚至啊 传出现有家长 拿着验运棒或是超音波照片 来抢着入学的登记名额 妈妈带两位小朋友 到这家私校附设幼稚园上课 可以在这里上课 可让其他的爸爸妈妈羡慕极了 环境好啊 老师也都待很久啊 对啊 都别动力不高啊 外头摆放溜滑梯等 游乐器材往内走是孩子们的教室 看起来和普通幼稚园没什么不同 但他们的教学特点 让这间幼稚园航到不行 蒙特索利教学法 混邻教学 让大班生带小班生 让孩子如同在小小社会学习 家长为了争抢 每年90个入学名额 想尽办法 据传有妈妈拿超音波照片 和验运棒证明游子 想先登记卡位 但有家长抗议 照片不能当人头 燕云棒可以造假 最后校方限制 必须以出身证明来报名 不过校方否认传言 幼稚园就在中心大学 台中地方法院 高分院附近 家长都是学者 法官 书记官 环境单纯 加上学费没有其他贵族幼稚园高 口碑不错 在这两年 新生而暴增 私校附设幼稚园排队登记入学 变得更抢手 虽然校方否认 有家长拿验运棒抢登记 不过等着要入学的孩子们 的确询问度比较高 中文年新闻 林梦章 陈宇柔 台中采访报道